那有臭蚌说老花一春雨能过冬吗 这不我们冬天快过去了 我们春雨不活好好的吗 其实你一定要明白臭蚌 春雨呢是害怕冷的 一冷了就冻伤了 冻伤之后我带大家去看看 那这个就是老花一的一个龙林春雨了 难道呢快冻死了 你看这个叶子 下面那些都冻了 明白了吗 你包括我这个降落伞球篮 还有这个尼古拉斯赫望篮 这些都不耐动 你现在我给大家例举一下 老花一现有的这几个品种 哪种不耐动 第一个是兰花 第二个是热之类的 你比方说各种的海鱼竹鱼 它上面都会冻死 部分的一些海鱼呢 它下面有种球的那种 它种球可能会第二年再发起来 明白了吗 还有我们的绿螺 橡皮树 龟背竹 以及九里香 九里香比较耐动啊 但是你如果我们山洞的这种冷天气 它是扛不住的 明白了吗 还有杜鹃 蚕花 其他的都还好 像一些个耐动的 我给大家例举几个 梅花不用说了吧 梅花香的苦寒来 还有迎春 这种都是比较耐动的 桂花 蓝莓都比较耐动 我们的蓝莓在外面一点是没有 那这边的就是我们的蓝莓了 你看叶子红通通的 还挺好看的 有的话我说老花一 你说你的一个冬天 你的蓝莓 就是这样动了一下 会不会长得更好 其实怎么说呢 你论到生长速度来说 我们北方养花 肯定比不过广东跟福建 但是呢 你论到抗病能力来说 你说就老花一这些蓝莓 你说能不能扛冻就完了 这里边一点加温都没做 最冷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结冰了 我们这个水池里面都结冰 你懂吗 都零下几度的 包括我们这个桂花 这老花一专门用来这种 驯化的这些个产品 虽然说现在长得不好 但是等明年春天长得 长起来了 长好了 长棒了 你们会选择哪一种 你们是选择那种 虚虚胖胖的 还是选择这种 兢兢壮壮的 对吧 好了 今天这个关于这个 耐动不耐动 给大家扯了啥 我也不知道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的眼花知识 对吧 记得点个关注就行了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拜拜 兔宝 嗨 嘿嘿 嘿嘿